新北的阿美出戰是 楊敬明 定位軍的部分 蘇世軒、李維廷、曼尼高、米歇爾 楊敬明 本季第四場的出賽 我相信是 楊敬明 突然擠挺 這個球其實敏哥賣下來啊 要看清楚 找到最好的機會點 敏哥要來一對一 打愛夫婆個人的單打 翻身後仰球進 五秒鐘 高球必須發動了 這個球 用手肘去清出空間 所以這個不必要的 推擠就一定是進空犯規 對 這個出走就在裁判的眼皮底下 完全躲不掉 不看人傳球反手打板 一個非常漂亮的高位 在球隊的系統上 一些配合上 進攻時間跟比賽時間 沒有差距 所以這一個巴掌 Bitter 蘇沛可以把握住啦 攻擊 六勾還沒有開張 交給蕭順毅 跳在空中 布拉接了勉強球掉了 打得好 個人擔擋 空中拉單 交給敏哥 好謹慎喔 這個球控擋之後的三分 這個位置觀察 再交給楊敬敏 敏哥突破到進均 跳過了克拉分組 那前一個球hand off之後 敏哥的突破墊步的調籃 躲過了克拉的火鍋 加瑞 球還是被點沒一下 國王的走換快攻又來了 三千快攻 再做一次啦 哇 現在追到只剩7分差距了 楊敬敏個人擔打 想要硬池裡加瑞 這一次突破要到的哨音 一個得分手 我覺得敏哥就是要強勢的攻擊籃框 至少還可以製造犯規來罰球 就比較想太多了 所以在三節加瑞 突破的下去 把分數慢慢的追進 我想如果現在這場下看應該也是 楊敬敏從外圍出手 凱進三分 克拉 下球直接投中 沒有找到籃框 冠季這個時候開始努力 絕對是還相當掃掃有餘 對 沒錯 對 後天 那據說 是